控球 是評價一名投手的重要依據 也是一門高深的學問 放眼國內外 所有投得好投得久的偉大投手 無論球速快慢 控球絕對都是一等一 這一集開始某某大調查 將陸續公布投手部門的投票結果 先來看到 根據 2022 年的球員名單 超過 50 位球員互相票選 中華職棒的控球大師 史詩詩獎 討論誰呢 慶龍 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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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琴 也不錯 對 就像我們球隊控球的話 楊彬琳也不錯 義正 就是不管是什麼情況 好丟不好丟就是怎樣 他就其實不會差太多 清理虛 雖然有時候可能保重太多 但是他其實都是 有照著他自己的想法去走 說起中職的控球大師 第十二到第六名 分別獲得一到三張不等的票數 具有旅外經驗的本土投手 像是王義正 胡志偉 呂彦卿 曾仁和王維忠都獲得點名 另外也有人提到朱俊祥 江晨彥 楊彬 郭宇鎮 還有今年締造百救援百中記的陳宇勳 洋將部分則有狂威和豪景 收集完每日寒植的不理漢 則有三票青睞 土投都表現得滿好的 哇 這一球控得太精準了 今年拿到最佳進步獎的中信兄弟吳哲元 以五票登上第五名 雖然他身材偏瘦 身高也只有175公分 不過在大肆專心練投之前 擔任遊擊手打下良好基礎 不僅協調性加 手腕跟手肘力量也運用得很好 用優異的控球 找到職棒的生存法則 看他控球真的是很好 就是他雖然球這麼快 可是他那個投球的角度 讓打者真的很難去應付這樣 因為我自己打他 也覺得他不好打 不管他丟到三塊球 還是丟到兩塊球 三塊球的時候 他都有辦法去再去藥在點名角角 去解決打者這樣 我需要責遠 以我進檢的觀察 他其實讓他控球 就是滿穩定的 不簡單 我覺得就是 我也沒有特別 特別說要把球投到 我想要的位置 就照著補手的 要的位置去丟這樣 投球的放球點吧 就是不管什麼球 的放球點都要固定 至於第四名 姜還是老的辣 身為中職累積最多滲透的記錄保持人 都督潘偉倫 2003年加入職棒以來 一站上投手球 就鮮少有大起大落 即使今年已經40歲了 但54.2局投球裡 只出現8個44球 BB9 也就是平均每9局 竟然只會出現1.32次44球 剩養累積的BB9也不過1.76 一般來說2以下就已經是 非常優秀的投手了 潘偉倫20年如一致的穩定 獲得老中青各世代選手 一致推崇 現在控球最好 我還是覺得潘偉倫 可以打這麼久 代表各方面能力一定 還有在一定的水準 因為他40歲了 對啊 很厲害 投手 年輕的時候我沒有接過 可是我有看過 就看球數 可是現在球可能沒有那麼快 均速沒有那麼快 可是他還是可以把各個球種 投在補手要的位置 不會落差 比如說我要這邊 你投這邊 即便是現在也是 就是從他年輕到現在 就39 40了 這個年紀 就他的保重比還是非常非常的低 不管是他今天丟紙球 編畫球 什麼球啦 就是補手比哪裡 就差不多就是那個位置 尤其是在看他牛棚 你會覺得很有藝術感 就是我覺得 補手就是比那種邊邊角角 他是有辦法碰到那裡 哇 這個球投得夠準 堅準投球了 接下來看到第三名 則是年度MVP入圍者 樂天桃園的本土王牌 側投手老虎黃子鵬 不只投球姿勢 獨樹一格 控球能力也是一流 今年24場先發裡頭 有18場優質先發 其中有4場完全沒有任何四死球 而且158.2局投球裡 僅僅出現35G四死球 BP9是出色的1.99 我覺得是老虎耶 對啊 因為我覺得今年他的 球說實在跟之前比起來的話 就是以我的對戰的話 更多的球是壓在邊邊角角 黃子鵬嘛 因為他是我自己隊友嘛 那我很清楚他自己丟球 控球也好 而且他又是比較低肩側投 所以他的球位移 會讓人家打者不好打 那加上他的 即便他今天球數落後 兩塊球 三塊球 他還是可以把球數拉回來 甚至解決打者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控球 最好應該算是他 還有一個就是你本人 我本人 滿多人票選選你的 真的嗎 真的 謝謝 謝謝大家 好啦 那控球 控球上面 你有自己要求自己的部分嗎 控球的部分 我覺得可能就是 在春訓的時候 教練給我們的訓練 夠紮實吧 對啊 所以這個還是 就是歸功於教練團的 給我們的一些 基本功的訓練這樣子 豪球近雷 游走在九宮閣的 一三七九號位 控球號的投手 把打者玩弄於鼓掌之間 大家最關心的前兩名 其實有兩位選手 以十票並列第一喔 首先揭曉第一位冠軍得主 看看以下提示 大家應該很容易猜到是誰吧 骨手板阿里的球就過去了 不管支球 比方要挑戰 大學曾經有 一起參與過中華隊 有看過他現場頭 他居然在牛捧都很無可挑剔 因為在守備的時候 就會在後面看 他看很像捕手擺在哪裡 丟到那邊去 國小有因為連隊過 藍英我也遇到他嘛 學調性蠻好的 你看他在投手球手背的就知道了 他還是藍英的當家游擊手 Kevin學長 兄弟鄭凱文 造型中凱文第一 我認為Kevin 我認為Kevin是 他就是台灣的Gregg Maddox 沒錯 就是中信兄弟的不動王牌 鄭凱文 他從南英上攻時期 就是球隊王牌投手兼游擊手 旅日之後 經歷嚴格的訓練 又把控球練得更出神入化 甚至還投過5-4-4球玩投勝 也難怪搭配過的捕手 人人都說讚 如果速度沒有很快的話 那你在控球這方面的話 你要更要求更 更確實的去執行這樣子 你要到日本的話 教練更要求這個東西 在春訓的時候 他們會一直要求你的控球 其實大家每天都會去牛棚 而且數量一定都會很多 譬如說你第一天投得好 然後到了第二天第三天 你可能會累了 因為你在比賽中 到六七局你是會累 那你這時候 你怎麼去要求你的 控球的品質 跟你第一天好的時候狀況 是一樣的 所以說你春訓不是只有 傻傻在那邊丟球 我說我教練說幾顆 我就丟幾顆 實際上你要 要求自己準確說 無所蹲腦 我就是一直要投到那邊 怎麼想辦法去要求 讓你身體在疲累的時候 你也是要要求到 可以投到那個位置這樣子 不過正開玩 心目中的控球大師 倒是另有其人 而那位選手 也獲得雙位數的選票 他要投就是兩邊 真的都很穩 也很少示範 內外腳控制就是 伸縮自如的感覺 他可以把球 放在回板跟打擊的線 就是都放得很好 不會很多的就是石頭 就是幾乎要投哪裡就投哪裡 沒看過這種投石頭 對啊 就是大家 像那一天他也是 萬大那天真的是 正常 石頭也沒有 應該沒有超過五顆 我覺得是真的是 蠻厲害的 已經推了耶 蘿莉 又蘿莉啊 我覺得蘿莉 蘿莉 野豪 野豈 så 廖後 到了某些年紀的中一个人 гуappli,更加上也没有扮好 所以让我认为得很招待 在某些程度上的某些 和能力扮演打直施 当我年轻人有得太多吉 所以我认为能力扮演打摩扮演打 然后我开始祂心扮演打破 然后就注射下了不要打ta 现在我去性感 精力扮演打打打破 我可以把球放在兩邊的桌上 然後我突然間突然突然突然 突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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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我所說那樣改變了全部 所以我能夠把操作的操作 也突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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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第一位取得本土球員資格的外籍球員 蘿莉在中指闖蕩十個球技 平的就是她有如外科醫師操控手術刀 那樣細膩的控球技巧 雖然她最快球速只有148公里 以羊匠來說甚至有點遜色 但她在怎麼邊邊角角的位置都能準確塞進去 再搭配招牌只插球迷惑對手 讓打者即使看得到也打不到 話說回來控球好壞跟什麼有關 常常聽到的投球機制是什麼東西 還有控球和球速的愛恨情仇該怎麼解答呢 關於控球 過去好像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近年來隨著運動科學進步 終於可以漸漸說清楚講明白了 控球確實是可以練習 但有時候控球困難的時候的點是 要控球又要速度兩者之間怎麼平衡 控球絕對是跟本身投球的機制 跟投球的協調是絕大的問題之一 這些是可以透過一些訓練跟輔助去增加它對投球的穩定性 在那個剎那能不能再全力去完成有速度跟控球的結合 這個講得是蠻抽象的 這實際上還是要有點體悟 投球機制是希望你就一直做精準重複的行為 那這就很吃你的肌力的穩定度 或者是你的自我身體的掌控 但是你的身體不是一個完美機 它沒辦法每一個當天都是非常完美 可能今天的狀態只有95% 那就會造成你整個機制和平常會有些微的不同 在你心目中誰是終職的控球大師呢 趕快到MOMO Sports官方YouTube頻道的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還沒看過野手系列的最強Power 打擊技巧 跑累技巧和手背能力篇的球迷朋友 也記得趕快去點閱觀賞喔 MOMO大調查 我們下一集見